当了皇后命不保西汉宣帝刘巡皇后许平君 刘巡出生数月 失宠于五弟的皇太子刘巨发动叛乱 兵败自杀 史良帝 皇孙刘靖和王夫人接受牵连被诛 墙堡中的刘巡也被关进监狱 昭帝即位后赦免刘巡 把他送进宫女居住的耶庭养育 耶庭的长官依耶庭令张鹤 曾在刘巡门下做过事 所以对刘巡的孙儿十分费心 极尽照顾 甚至自己掏钱供他读书 许氏的父亲徐广汉 在主管染之的报氏任报氏色夫时 受张鹤管辖与刘巡同居耶庭 结识了刘巡 转眼之间 刘巡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张鹤四处给他张了婚事 徐广汉有个女儿 名叫平君 年方十四五 曾许配一个叫欧侯的官宦子弟 还未及嫁娶 欧侯抱病而亡 张鹤替刘巡向广汉提亲 徐广汉见顶头上次来提亲 对刘巡又颇有好感 况且不管怎样 刘巡也是汉氏后代 便满口答应 随后许平君嫁给了刘巡 公元前五十三年 他们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刘泽 不久 宫中传出噩耗 昭帝驾崩 昭帝五子寺 霍光等人盈利五弟孙 昌翼王刘鹤为帝 刘鹤登上地位才二十七天 便荒淫起来 为汉代江山的兴旺 霍光等人奏请昭帝皇后上官室 废除刘鹤 经过权衡 他们决定拥立刘巡 觉得五弟曾孙刘巡操刑节俭 此人爱人 而且年轻 缺乏礼朝经验 容易控制 于是 他们便奏请上官皇后 以刘巡为继承人 赵准 原平原年 前七十四 刘巡拜业皇太后上官室 接受群臣奉献的皇帝洗授 及皇帝位 视为宣帝 即位后 刘巡封许平君为婕鱼 婕鱼名次在皇后 昭义之后 排第三位 群臣上书 请立皇后 霍光自朝地以来 便受一朝辅政 权倾朝野 宣帝是他主谋盈利的 顾群臣提议 立霍光小女儿 霍成君为皇后 但是 宣帝没有忘记 平剑时的患难妻子 许平君 他不顾众臣的反对 立许平君为后 许平君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 入主后宫 霍光夫人 一心想让女儿入主后宫 无奈宣帝不忘旧情 把皇后奉官 带在许平君头上 霍夫人心怀不满 不肯就此罢休 她在寻找时机 第二年 许皇后认身 患病 为她治病的女御医 淳于也 与霍夫人私交很好 霍光夫人觉得 这是干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 她对淳于也道 经皇后行将分娩 你寻机给她灌些毒药 只要皇后死了 小女就能成为新皇后 事成之后 与你共享富贵 淳于也听后大惊 忙说 给皇后治病 是与其他御医一起去的 况且熬好药之后 须先尝后 才能给皇后喝 霍夫人把脸一沉 恶狠狠地说道 这事就看你想干不想干了 霍将军辅佐皇上 威震天下 谁敢说三道四 淳于也心里明白 霍夫人已把计谋挑明了 自己不干 她逼杀人灭口 事到如今 只好铤而走险了 淳于也把一种有毒的植物 带进了皇宫 皇后分娩后 她把毒药放在补药中 服侍皇后喝下 过了一会儿 许皇后浑身燥热 烦闷 不久便命归西天 许皇后死后不久 有人上书说皇后死因不明 御医事迹有监 于是 宣帝诏令逮捕御医 霍夫人听说后急了 担心淳于也招供 她左思右想 别无良策 只好惶恐不安地 对霍光说了实情 霍光听完 大惊失色 随即入宫 奏紧宣帝 宣帝即位不久 还不敢得罪 这位权臣 只好下诏 释放淳于也 不予追究 就这样 曾与宣帝 共患难的许皇后 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宣帝为了自己 稳坐皇帝宝座 只好忍气吞声了